因為疫情而停辦了兩年的美食嘉年華 終於重開 Gigi姐黃淑儀就以大事身份現身 她還親自示範了兩道美食 向來注重健康飲食的Gigi姐 就說這次教大家做的 都是既健康又老少咸儀 這個三文魚飯 我自己覺得這個飯裏面有三文魚 有菜 亦都很香很好吃 變成一家大小都適合吃 如果沈仔說謹飲宅吃的話 在這鍋飯裏面什麼都齊了 是非常之健康的 另外那個攬角菜蒸帶子豆腐 那個攬角菜是我自己處理過的 完全什麼調味都不用了 加了這個攬角菜出來 就已經是一個很開胃 也是很健康的食品 因為我本身已經出了14本曲目的了 剛剛去年上出當然了 疫情的關係 還有跟我一直合作開的編輯 她剛剛退休 現在是交接期 找到一個好的拍檔之後 我希望再可以出多一本曲目 因為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又研究了很多新的菜式 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Gigi姐推出過這麼多本食譜 當中有很多不同範疇的美食 而她教授的湯水 更是深受一眾人妻人母歡迎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 入秋之後很乾燥 Gigi姐就推介了一款 很簡易的湯水給大家 原則上最簡單最簡單 家裡有經常有的 我就推薦三肝湯 所謂三肝是三種乾了的食材 包括你可以用蔡乾 又可以用霸王花乾 這些已經曬乾了 又可以用雪梨乾 還有就是淮山 淮山都是新鮮的淮山曬乾了 這個三肝湯裡面 你加些肉也可以 骨也可以 然後再加藍白杏 蜜棗 毛花果 煮了一口湯出來 是非常滋潤的 很適合這個天氣 還有這些材料 家裡經常都有的 你最多是買些骨 或者肉回來就能煮到的 Gigi姐最近還會拍攝一個社會短劇 主要探討代溝 以及看見人事問題 她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很開心可以參與其中